在國境之北 這美麗的北海岸 有著許多台灣的驚奇 第一期 限時美景綠地毯 可是台灣唯一喔 第二期 百年火骨機 也是台灣唯一 哇 第三期 粵士郡無霸飯團 一樣也是台灣唯一喔 走 跟著我的腳步 一起去看 獨一無二的北海岸 奇怪了 少偉哥 你不是跟我講說 這個北海岸有一個奇景 就是綠地毯就在這裡嗎 是啊 是啊 但是你提早到了啊 我提早到了 對啊 因為他們要看潮汐 才看得到這個漂亮的美景啊 不是早來早看到喔 早來還不一定看得到 我想說我可以知道 這個地方在哪裡已經很厲害了 還有時間限制就對了 現在怎麼辦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既然林中到了 我們先去吃美食好不好 有這麼好的事情 有 有美食可以吃 有 一定讓你吃得很開心 走 走 這幾年台灣的國境之北 北海岸被發掘出 許多特色景點 各種奇言怪詩 搭配藍天綠地跟無敵海景 成為網美拍照打卡的秘境 今天要介紹的更是各宗翹楚喔 在等待退潮的同時 到底要吃些什麼呢 我只是來錯時間而已 你有需要這樣對待我嗎 有朋之遠方來 我們一定要好招待 遠方來的遊客好朋友們 我相信觀眾朋友看到這一桌 他以後應該會都會選擇 我們的漲潮來 對 我們在這裡靜靜的等待退潮 需要有這麼多的美食招待喔 在你面前這個是 明太子海鮮披薩 因為它有淡菜 蝦仁 然後還有自己做的明太子醬 都是新鮮的海鮮來做的 還有淡菜喔 還有淡菜 對 淡菜 我以後可以早上來找你嗎 是 我們從早上就開始準備了 退潮大概是嗎 因為退潮它每天的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要搭配潮汐 我們會建議遊客就是說 從網站或者是打電話來詢問 看看現在的潮汐狀況 不用 遊客現在不會擔心什麼時候來了 是 對 來過的時間也沒有關係 是 因為有這麼多的這些美食 可以跟你陪伴的 是 旁邊站左邊那個 看起來像飲料 這一杯其實是當地的特色 石花凍 有點像果凍對不對 對 那你很內行 它就是你用湯匙吃可以當甜點 如果攪拌起來可以直接吸 還有這個很特別的一個 這個是軟河蟹海鮮燉飯 下面的燉飯是用海膽醬加蟹肉 下去拌炒 然後最後再擺上完整的軟河蟹 蟹肉 對 滿滿的蟹肉 然後再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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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退 不要退 不要緊 拜託不要緊 慢慢 還有那麼多美食等等我 餵在老梅沙灘上的這間海景餐廳 因為鄰近港口 海鮮料理更是超新鮮的 不僅如此 貼心舒適的環境 也非常適合親子或者是 攜帶寵物一塊來玩耍 吃飽喝足後 看看時間潮水 也應該退得差不多了 馬上帶大家去一趟 我們的現實祕境 太厲害了 那就是我們要找的 綠地毯對不對 是 少偉哥 那就是台灣獨有的綠色綠色潮 在老梅這個季節最棒的景觀 就在台灣的地方 我覺得厲害的不只是 我現在親眼已經看到綠地毯了 我覺得厲害的是這些的訪客 是 這些訪客比你知道 他們退潮還精準 對啊 他們都會做功課 時間一到 他們就湧進來這樣子 湧進來 對啊 非常多的攝影愛好者 都會在這個時間 特別來這個地方取景 所以真的要把握時間 這個時間一到 而且是這一段季節才有 是 這樣子的景觀 是 那我們趕緊到現場看一下 好 一起出發 走 餐廳前方的海岸 就是我們這次要介紹的 現實美景綠石槽 每年的四五月 北海岸老梅綠石槽 開始資深大片的海鑿 將整片海岸線染成鮮綠色 而這片壯闊的景致 不僅是攝影愛好者追逐的焦點 更被國外媒體票選為 台灣八大私密的景點之一 拿好你們的手機跟相機 跟著我們一起去追大景吧 是不是很厲害 我就說台灣是個寶島 很多秘境大家都不知道 對不對 對 而且這個以前就有嗎 以前就有 一直以來都有 對 只是最近越來越紅 因為電視 新聞 國外媒體 都有報導這個 台灣獨特的地形景觀 我們後面是大層山 從大層山 當初火山爆發的時候 然後流下來的火山岩 然後進入海浪不斷的沖石 才造就現在的地形啊 難怪它看起來就很像是 就一樣像岩漿流下來的一個樣子 是幾月到幾月才有這個 綠色的這個海藻出現 它這個季節喔 它是一年才一次 是 要每年的過年後 到五月底之前 東北季風這樣吹浮 它才會生長到石頭上面 所以我知道了 只要是琵琶盛產的季節 還有海域盛產的季節 就可以來看這個綠地毯了 對不對 對 很專業 突然想要吃琵琶的時候 就想說 好像北海岸有這個綠地毯 可以吃 是 是 對啊 我發現只有這一片是特別綠耶 那其他看起來 為什麼沒有像這一邊 這麼的這個生氣盎然 有些地方 因為它地形的關係 每次海浪跟潮汐不同 所以它有些地方會被沙子淹沒 那淹沒的地方就不會長了 然後那要等到它退潮出來之後 再慢慢地生長在上面 那這一塊因為比較完整 所以它長得比較 最壯觀 最自然這樣子 那我怎麼看到有一些 好像有白白的 有綠綠的 那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它算是一個植物 它本來就有生命的周期 那加上如果太陽出來曝曬的話 它太乾燥它就會老化 會死亡 對 所以要在這個季節 東北季風把它那個海水打上岸 它才有辦法一直持續地生長 被侵蝕的火山椒岩形成 總長近一公里 平均深度50公分的溝槽 搭配翠綠色的石純等海藻 造就了讓人驚嘆連連的迷人景致 台灣 你才是我心中的Superstar 很壯觀 身為台灣第一人的主持人 現在的任務呢 就是在這邊監督的所有遊客 誰他要去我就跟他講了 對 我們要宣導那個遊客要愛護自然 愛護自然 但是我發現我們真的是蠻守規矩的 是 到我現在觀察下來 沒有人真的敢是走上去破壞它 是 而且除此之外呢 在上面你又可能會滑倒 而且也危險 就是要拿出這個愛護它跟素質 是 保護這個環境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對 沒錯 少爺哥那我們剛剛吃完美食 欣賞美景之後 那我們來進行一下我們地球公民 應該的責任 我不是在這邊監督 然後打他們腿嗎 沒有 我們還有更具體的做法 還有更具體的 請 沒有問題 我看到這個就知道要做什麼 是 你是要我做淨灘的工作對不對 是 對不對 是不是 是 你知道我最喜歡做淨灘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看那個海漂 是 上面它的文字是哪裡 哪裡的文字 是 我一撿到這一個來自哪裡的 我就會呼籲那一個地方叫他們 不要再使用塑料啦 那我們就敬我們這個公民 地球公民的責任 好 我們一起來努力 這個可以剪給唐小三 小三 我幫你準備一些 來自北海岸的海漂 你可以做裝置藝術 這個我知道你最喜歡 對 那你平時會有固定 就是舉辦這種淨灘的活動嗎 對 因為我們餐廳在 離海岸旁邊很近 所以我們自己也會覺得是說 要愛護這個環境 所以我們大概一到兩個月 會辦一次淨灘活動 然後我們會邀請好朋友一起來 那第二個是 北觀處也很鼓勵大家 做這些活動 所以你只要上網預約報名 他就會提供夾子 對 手套跟垃圾袋 年輕人有沒有聽到 我知道現在的年輕人都很熱心 自然美景總是這樣靜靜的 陪伴跟療癒著我們 地球不需要人類 人類卻很依賴地球 環境保護雖是老生常談 卻十萬火急 末代逆襲的那一天 一切都太遲了 比足球還大的飯糰 吃下去還可以這樣子 瘦瘦高高的 我在稱讚妳妳要看我嗎 妳不理我 我去瞭解一下 老闆娘 妳好 請問一下 妳們這裡有比足球還大的飯糰嗎 有 這個是妳們本來就有的食物 還是妳發明的 我們約哪有了 本來就有這個比足球還大的飯糰 對 妳現在正要製作它就對了 我可以來幫忙嗎 好 OK 可以 這個是它的飯糰 這個跟我們的台灣的飯糰 其實看起來這個米好像差不多 這是什麼米 這個是我們雍泰國的長糯米的 它也是糯米喔 對 可不可以試試看 可以啊 可以直接吃了 可以 看起來好Q喔 對 因為它比較Q 它怎麼會有點鹹鹹的啊 對 我們裡面也有放一些那個 黑鳥的 妳這個有點鹹鹹的 然後越嚼越甜耶 對 但我覺得相同的食材一樣Q 對不對 那這個現在就是要把它做飯館 對 是不是 來 我來幫妳 來喔 這感覺跟我們在台灣做的飯糰的方式 對 有點像 但我開始發現越來越不同 妳要幾匙啊 等一下妳 妳這個是幾顆飯糰 這個好 一顆 一顆飯糰要用這麼多米喔 對 這樣是一顆 是 這一顆包起來 是真的有可能像足球一樣大 差不多 所以這樣夠了嗎 還沒 還沒 還要再加 這糯米飯糰看似尋常 其實處理的過程 跟我們熟知的飯糰可是大大的不同 泡水一天後 還要再加入鹽巴 魚露 椰奶 香蘭葉等佐料一同蒸煮才算完成 這越式大飯糰還真費工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妳放了這麼多飯 妳是幾顆 再講一次 一顆 這樣是一顆 一顆飯糰用這麼多飯啊 對 一顆耶 那現在還要把它弄平喔 對 我們趕薄一點 那等一下加那個餡料 一定是很不得了 應該是裡面的東西要很大很多 我們像台灣的飯糰大概就只 飯就只有這樣而已 一小塊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 甜蜜要拿撐香檸檬的 比較有力的 三個也三個吃得完 你們的一個飯糰 要三個大男人才吃得完 對 那還好我們今天有攝影組 不然我們大概吃不完 好 然後接下來再把它 擀成平的就對了 對 你就這個啦 該算嗎 接下來重頭戲了 我要看裡面到底要包些什麼東西 成為巨無霸的飯糰 包這隻 包雞在裡面 飯糰裡面包雞 對 這整隻雞要包在這裡面 對 那請問要把它撕開嗎 沒有… 不用撕開 對 整隻 整隻包的 整個完整的放在這飯糰裡 難怪要三個大男人 我看不只喔 這個可能要五個大男人才可能吃得完 這個根本就是吃一隻雞的概念 對 這個顏色跟這個有關就對了 對 重點就是這個 這碗很重要 這個雞裡面的香味就是它這碗 八角 絕對有八角 對不對 被我們猜到 幾個原料在裡面 我們裡面有五種 有沒有八角 我給你沾了嗎 然後你試看 肉粿 對 花椒 花椒 有沒有… 兩斤左右的放山豬雞 得先用醬料醃過再烤 而純手工自製的月式五香粉 更是提香的關鍵 繁雜的前置工作一一完成後 我們的重頭戲 才終於要上場 所以等一下就要把雞放進來了 對 那請問有需要油條嗎 不用… 整隻雞就剝了 我才要… 也不用菜剝 不用 這隻 也不用蛋皮 不用 都不用 好 整隻就好了 那你要現在放進來嗎 然後用這個拿來包起來 這個尾 從這裡 大力上來 對 要整個把它包覆住 再來 然後兩隻手抓這邊 沒有抓這邊 兩隻手抓 往這邊 好像是大的嘴角 我跟你講 現在它的頭跟屁股 多的不要 對 多的不要 包起來就好了 你知道你這個多的光 我們台灣就可以包兩顆 兩顆飯桶 拿來放另外一個 還要再放另外一個 因為它屁股跟頭 然後你可以抓上來 屁股跟頭 對 可以 對 全滷滷滷你抓 可以用你抓 然後都靠外面的塑膠袋來 來做這個外面的食物 對 那你拿緊一點 拿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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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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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大飯桶壓實定型後 再做簡單的修補工作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步驟 油漲 在190度的油溫下 還要不時地翻滷 約末10分鐘後 整顆飯桶呈現金黃酥脆的色澤 就大功告成了 這到底全台唯一的 夜市巨無霸飯團是什麼味道呢 就讓我先替大家嘗嘗 炸完之後 感覺好像是一顆 金色的恐龍蛋 很大一個 而且好重 其實我現在很期待 把它撥開是怎麼樣的 是這樣子 你看 很酥 很酥 厲害 整個裡面的煙都冒出來了 這個在越南叫什麼名字 叫你們這一道 夜紅的團 夜紅的團 所以這個叫做雞迷路 對 就是雞迷路 才會跑到飯團裡面就對了 就迷路了 就背一背包住了 你看它整個裡面的高溫 就是炸過那個油溫 整個封在這個飯裡面 整個然後飯一扒開之後 裡面是熱騰騰的雞 好好吃 這是餅乾 我跟你講這個 它有點酥酥的 就不太多層次了 真的 而且炸完又多了一個雞油的香 我覺得這個火候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炸到外面這樣是酥酥的 還可以沾什麼 對 先沾一點這個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 這個沾其他的東西 就有不同的味道 真的太香了 太厲害了 我跟你講 光你這外面的這個糯米 我可以吃一點 然後你眼淚已經 糯米 夾肉這樣 然後你加一點 有點像韓式 對 就這樣 這樣沾一點點這樣 然後有飯 有肉 有菜 然後有醬料 對 古時候我們煮飯 用木炭燒的那種 煮飯的方式 它後面會有一層鍋巴 鍋巴飯 來自越南的老闆娘 從小就跟在媽媽的身邊 學習傳統的越南料理 來到台灣後 經歷波折 終於打造出夢想中的餐廳 希望大家能夠深入的了解 越南美食 這個我們叫酸辣鍋 酸辣鍋 我們吃湯底裡面 我們沒有加那個辣 我們是油酸 辣的話我們另外給 對 所以這個小朋友 也可以一起吃人 像這個造型的火鍋 也只有在越南才有 才看得到 對 我們用出來這個鍋子 捲鍋 東西放下來 很方便 它旁邊可以保溫 我發現滿聰明的 因為傳統我們台灣吃火鍋 那個料放進去 對 然後有時候放下去 有時候聊一聊天 東西放太久了 就老掉了 然後你們這個 還可以把它放到旁邊 讓它保溫的效果 但是不會煮得太爛 可以拿火鍋 對 我跟你講 它的這個鍋底裡面 放了很大量的這個 番茄 洋蔥 然後還有這個鳳梨 這個湯頭一定很甜 對不對 我先喝一口湯吃吃看 日本邊有做那個沙啡 我們用香茅來做 真的它是屬於酸酸甜甜的 很開胃 就是感覺可以吃很多 對 除了台灣少見的越式火鍋 還有外形像蛋餃的黃煎餅 也是這裡的招牌 每一口都吃得出 老闆娘對料理的天分 離鄉背景到異國創業的路 並不好走 但老闆娘對料理的熱情跟執著 終究讓她在異鄉 找到了自己的歸屬跟成就感 是不是很美 有沒有聽過松山少林寺 我們現在是來到了松山 但是是台灣的松山 是不是很漂亮 但我們今天來在這邊 主要的目的是要探尋 就是百年的火谷基 但是為什麼要先學插秧呢 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大哥 有沒有什麼美改要教我一下 一個人有叫五張 五張 你看看 你看看 這有分區域的 對 一個人有叫五張五張五張 你的進度最難 我也要去 我去補那個 我帶你好了 來來來來 他這手就有夠快 好 我這裡要給他補給你 你出這裡 一個人有五張 你做得怎麼樣 三到五隻 三到五隻 對對 三到五隻這樣子 對對對 你要對著前面 前面左邊跟右邊 你要對齊 好 你站在前面 站在前面 對 這樣放下去 對 我這裡有天分 對 理事長 是 這有什麼比較輕鬆的姿勢 沒有 那個腰疼痠 你不說腰疼痠 因為我這裡是一個機會 好像做過一樣 說這桌不適合 不能這樣說腰疼痠 對 所以差樣的時候 不能講腰疼痠 好像桌過一樣 如果說腰疼痠怎麼辦 腰真的會痠 第二天沒辦法來 真的嗎 對 這樣我也不能說我很帥 是 我那個不一樣 真的 天啊 也有禁忌 跟我說我很帥 你看 怎麼說要怎麼做 做得好 做得好 新北市石門的松山社區 位在大山環抱的山谷中 因為有著高低落差大的丘陵帶 而造就了層層疊疊 依山蜿蜒的梯田 站在美麗的水田中 放眼望去 別有歸原田居的自在跟悠閒 雖然我的心情 鬆得像在度假 手邊的工作 還是得要進行著 擦秧有一個要解 就是右邊兩株 跨下兩株 左邊一株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 擦秧都是右手的 右手拐 對 所以這邊離這邊比較近 我們要擦兩株 從古時候 因為我們割到時候 我們就隔去一趟拆來 剛剛好 這邊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往這邊割 一條路這樣 然後再回來這樣 大概是五株這樣子 所以變成一個習慣 也會比較好算就對了 對 好 瞭解 左邊 右邊一株 你看它多擦幾根 你這樣子太少的話 這樣子以後長得 三到五 五株都會 三到五株 它們五株左右 你這樣子擦的話 以後才會長得漂亮 你這樣子對的話 你 雖然要擦這邊的話 你要對整 前面這裡的 這邊要對整齊 你這樣子歪就不行 我沒有 我有對整齊 你這樣子你沒有對 你這樣子你沒有對 要很準就對了 要很準 你不準的話 要這樣喔 對 差不多對這樣子 八吋 九吋這樣子 我先擦五顆給你看 你就要看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整齊 你這一顆你就是歪的 你就是把它喬過來 這樣子把它喬過去 這樣子退了那個胯下 兩隻這樣子要喬得好 這樣子歪的話 那個老人家會罵 說你工作不認真 所以擦整齊 只是為了要讓老人家看說 我們有認真工作這樣嗎 第一點也是這樣子 但是你這樣擦的話 看起來比較好看 但是那不整齊 以後勾到就是 你不知道怎麼勾 也會影響到勾到 還有除草 都會影響到 最主要是說 要看到隔壁的 要怎樣暢緩 你要對整隔壁的那個 所以我跟你講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要拜師學藝 一定要選對師父 好 我就選這一位 李市長 李市長 我對你比較輕鬆 好 來 好 它很嚴格 來 來 很嚴格 你也是一樣 一樣 早年的松山社區 曾是台灣重要的米倉之一 還是日本月光米 最佳的孕育之地 曾經荒廢的水梯田 整副完畢後 也引進了黑米來耕種 近年來 松山社區的老農曼 遵照古法種植 從春耕到秋收 不依靠任何機器 以全人工的方式來耕種 因此松山社區所產的米 也稱為千歲米 李市長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這樣擦 擦這麼久 我發現這一區跟那一區 最大的差異是這一區 為什麼都沒有擦秧 因為第一個 這裡它之前有這種花海 是 為了要跟這邊的層次感要區別 另外一個是說我們這邊 有一些有害蟲 也有好的東西 所以要把它區隔掉 不要讓有一些 像胡碩樓之類的 它會跑過去 我們把它隔絕掉 內外做個區隔就對了 對 所以這邊都不擦秧的就對了 擦秧 不擦秧 這個是那個荷花 蓮花 碎蓮都有 這裡面有什麼 胡碩樓 這裡面有胡碩樓 有黃金銜 黃金銜 這裡有黃金銜 對 正在挖 師傅 師傅 他說這裡有黃金銜 是有贏還是沒有贏 有喔 對 看後面你看 我腳好像有戴上一顆 一顆那件事 戴九頭的黃金銜 很簡單 對 但是你要戴黃金銜 一定要看那個泥土 有一個小的洞 你猜會要戴黃金銜 這裡面也有黃金銜 等一下 噴起來了 有沒有看到 沒有 在哪裡 陣上生長 有沒有看到 白色的就是了 這一個 對 還有這個 真的有 你看這個 洗洗 你洗一下 你要弄 對 你看 有啦 大哥 有了 有了 你看 有很多 這都是天然的 天然的最好 天然的最好 對 很多 你看 所以這個感覺就是這個地方 其實也代表著生態很健康 沒錯 沒錯 然後你還故意做一個護城河 就是裡面插秧 外面是 對 天然體驗一下 鳳梨鹹小褲 好多 其實很多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為什麼這麼賣力的 在這裡工作 因為我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等一下請大哥帶我們去看 百年火谷雞到底是什麼 我們先跟他 套好交情跟關係 他就會帶我們去看 你看 真的很多 隨著友善耕作的推動 農民不再使用藥劑除去梯田上的雜草 稀有的水生植物 青蛙 蜻蜓等等也都回來了 未來更會計劃 將梯田結合附近的步道 整合成一個大型的生態產業園區 當更多的人看見社區內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 也讓這個原本人機罕見的老化農村再度復甦 理事長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百年的火谷雞 對 就在這裡了 對 所以我們剛才種的這個插秧的地方 其實也跟這一個地方有關係 對 有關係 整遍都是那個火谷雞 對 這個都百年了 對 百年石器梯田 全部都是石器這樣砌起來的 對 這個是原住民的智慧嗎 對 大概名貌清楚的時候已經有了 因為這個會讓我想到那個石板屋 就是用石頭這樣一直一個一個一個 這樣把它砌起來 連田裡也是砌的是不是 對 三角鼎翼的石器梯 因為每個 他們砌的方式是用三個角 每個都是三角 你怎樣算都是三個疊在一起 它是要卡來卡的 要卡這個三個 卡住 三角點卡住 你們沒有這樣講 我們還以為就是石頭堆一堆 不是 它是全部都是要找一個平衡點 對 一支氣一直聚上去 根據齊老的回憶 這一大片壯闊的石器梯田 最早應該是活躍在北投的 凱達格蘭族人 在此開墾石所留下的 嚴謹細膩的功法 讓他在此三四百年屹立不搖 這樣近看真的很不可思議 就像大哥剛才講的 就是三個 就是它要保持一個平衡跟固定 對不對 三個點 這樣子它也是三 這樣子你看這個最像 你看 這樣也是一個三 這邊也是個三 是一個三 對 這邊一個是三 這個小的它是 中間縫隙他們在用小的石頭 把它卡住了 你看最下面你看 這個是三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這個地方是有在開放種田嗎 還是就已經是 沒有 修根 希望能夠把這一個 石器的這個梯田 能夠維持保存 這真的就是 你在現場看是很壯觀 其實一整片都是梯田 漂亮 而且這個大的石頭 你看那個大的有多大 你看這個有這麼大 比環幅還大 這個 這個當初也是這樣推過來堆的 不是 是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對 因為是火山爆發的時候 它原住民 滿山滿五千部石頭 原住民它把它就地取材 我們以前就是山上晒 蘿蔔乾燒胭汁的菜種 直接就滑在上面 放在大石頭上面晒 就晒什麼菜的乾 菜脯 菜脯鹹菜 海邊就晒魚乾蝦乾 就是放在上面 就是放在大石頭上面 這個真的是讓我想到 就是原住民的 當初跟這個土地 共生共存的一個智慧 連他們的房子都用業園 也是這樣 來看著堆疊起來 鷹鷹鷹鷹鷹鷹 全部都是就地取材 也不會去破壞 整個環境跟自然 唯宇自然共存 方能流傳千古 親眼看見大屯山下的 百年活骨雞 也讓我再一次 讚嘆原住民的生存智慧 欣賞玩梯田的梅 今天的行程還沒結束 最好玩的正要開始 米市長這一鍋這麼大鍋 而且熱騰騰是要做什麼 要做米苔木 米苔木 對 所以我們要手工製作米苔木 對 手工製作 而且這個米是 也是我們從剛才那個甜米 對 用在蘭米跟蜂蘭米的 黃金比例已經做了 對 手工的 對 純手工 這是用鴨的 對 用槓桿黏米 它就會從底下冒出來就對了 對 我是不夠爛的 用鴨鴨一點 鴨鴨 有 有鴨鴨 漂亮 不錯 然後就直接在 滾燙的沸水裡面煮就對了 對 這個煮鹹的話 那個洞比較粗 那個如果甜的話 就會比較細 而且煮粗一點 吃得比較薄 對 要漏餐就要吃過薄 對 大姐 妳有辦法 妳好像在吊單槓 妳會在吊單槓 妳有辦法 妳要哭下去了 哭下去 哭下去 好 肩膀有真好 我學大姐 用身體的重量 有沒有 用身體 一下就對了 好 跳 這樣很簡單 不知道夠 大姐 妳以前 剛才就要早一點示範 很輕鬆 用辛苦的重量 還要來了 妳們整個吞著我 看我都可以幫妳們壓完 理事長說 社區裡面有許多的阿公阿嬤 都擁有一身好廚藝 將白米做成各式各樣的米食 跟大家分享 而辛苦種植的月光米跟黑米 在包裝後 成了最夯的產品 銷往全台 今天的一日農夫體驗 也讓我對台灣這塊土地 有了更深刻的情感 辛苦之後 享受美食 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大家一定萬萬沒想到 其實北海岸 又有很多很多的奇景 也有很多的秘境 其實大家多用一點心 留意一下 就會發現台灣 真的是個寶島 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值得大家親自走訪 但是重點呢 在欣賞之餘 一定要好好愛護這個環境 讓這些地方 能夠永遠的傳承下去 讓更多的這些下一代 或是新朋友 好朋友 國外的朋友 都能夠親眼目睹 今天的受訪者很特別 我覺得他是愛慕我 他說他觀察了台灣第一等 整整兩年 他發現了我的才華 他只是覺得我沒被提拔而已 他今天想要好好提拔我 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穿的青蛙裝 怎麼會出現在人家的這個民宅裡面 這也太特別了 反正他就交代我 一定又穿青蛙裝出來 走吧 跟我去看一下 這位受訪者是誰 我叫你去 有人在嗎 好 這邊 在哪裡 這邊 你在下面幹嘛 我在打掃 在清理這個發酵槽 你就是那個 愛慕我兩年的人嗎 被你發現了 就是你叫我穿青蛙裝 來到這個民宅的人嗎 是啊 發酵槽喔 是啊 這有多深 我可以下去看一下嗎 可以啊 這有多深 這差不多 有一層樓深 你小心喔 你是看好我 這個人其實滿勇敢的吧 什麼 覺得你 吃苦耐勞 對 吃苦耐勞 我要隱身在 一個藏在民間的發酵槽囉 而且它可以淹沒我整個人 我要進來囉 來 小心喔 很深耶 對啊 怎麼會有這種 這種發酵槽在住宅裡 是 你在刷什麼 這個要準備下去 要繼續發酵 把這邊做整理 所以要刷乾淨喔 對 因為這個發酵槽 感覺歷史很悠久了 是 這快80年了 這個槽有80年 對 好像大頭痛喔 80年的時間啊 是 它有多深 它已經 我來估計一下 你看我有一百80公分 對 這至少兩百 220啊 對 所以下來 如果這個發酵的時候 人下來是會滅敵的 是會滅敵的 怎麼刷 怎麼清理它 就是用水 然後我們用刷子刷 刷這個牆壁 對 然後再把水清掉 再用這個 而且底下也 這個是整個其實是密封的 對 是密封 它還沒有一個洞 可以把水清掉這樣 沒錯 所以等一下洗完之後 再把水撈出去 對 辛苦你了 你看了我兩年 就看到我這個才華 我很有耐心 好 來 我幫你 先把它洗乾淨就對了 對 難得有人試貨 我得要好好幹活才行 絕對不能撈開 我跟你講 對目前為止 我刷的過程 我頂多我只知道說 這個醃製的方法 跟發酵的方法 是靠這個鹽 他說這上面黃黃的 這就是鹽塊 而且歷史相當的悠久 目前我還是猜不出來 這裡到底是做什麼的發酵 但是說真的 你只要上呼吸 你還是會聞到一股 非常奇特的味道 各位 各位 非常奇特 而且 怎麼會在市區裡面 有一個這麼深的槽 然後 月底下 你會發現顏色越深 然後味道也越重 耗了一會功夫 好不容易從蛛絲馬跡中 看出一絲端倪 但我還是猜不出來 到底這個發酵槽的 真正用途是什麼 大哥 你就別再賣關子了 趕快公佈答案吧 現在要給您揭曉 你要替我們揭曉 我們剛才刷的這個槽子 到底是靠什麼 辛苦你了 東西 這個就是魚露 所以我們剛才刷的 就是這個放魚的這個槽 發酵的槽 可是在我印象中 魚露的味道是很重很重的 是 可是為什麼在這邊的味道 還沒有那麼的刺鼻 也沒有那麼的重 一來是我們魚用新鮮的 魚二來是菌種的東西 這很神奇 是 我走到 坦白講我是走到這個槽 還要用力呼吸一下 我才可以聞到那個魚的味道 是 因為我們的客戶群都是 不要有新鮮的 那喜歡有新鮮就不會買我 80年啊 對 這個我爸那時候 研究一直找找到的菌種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做什麼 現在要做發酵魚露 這個是青魚 再把鹽放進去 對 要放多少鹽 就是跟它1比1的重量的鹽 至少要6個月到9個月 才會有第一道魚露出來 郭大哥說 東南亞料理中的神醬魚露 其實是華人的智慧結晶 大部分的桃海人都會做 以應變無法出海 和冷凍設備不普及的狀況 第一代老闆 也就是郭大哥的阿公 找來家鄉福州師傅來製作 即使到了現在 他們仍遵循這套古法來釀造 你說放置的時間會不同 所以呈現的樣子 也會不一樣是不是 對 會不一樣 那這個是怎麼樣 這是第幾期的 這是第三期的 對 所以它是越後期的泡沫 是越覆蓋的 越完整嗎 對 越完整 魚的完整度就越少 越後面的魚的完整度就 就是骨頭 只剩下骨頭這樣 對 那這個是 這是第五期 第五期了 完全看不到魚骨 那我們現在有看到2到5期嘛 那哪一期可以收了 每一期都會有收的時間 是喔 只有第一期的時間是最久的 第一期大概 剛剛說的半年到9個月 然後之後都是2到3個月 就會又有成熟的魚露出來 是 然後全部收到了差不多2年的時間 要看天氣 那這麼厲害的一個發酵過程 它最怕是什麼 最怕污染 然後或者是病重害 所以我們都有另外加這個膠條 對 膠條把它封住 而且這個蓋子其實都有設計過的 所以是木工重新再做過 然後還有防水防熱 然後上面那個蓋子只是為了防水 說起穿成近80年的家族事業 郭大哥侃侃而談 不過其實一開始他並不想要承接 更不忍父母辛勞而苦勸收店 然而魚露工廠一間間的熄燈 他又不捨打拼多年的心血 敗在他這一帶 毅然決然回家接手 沒想到一階就是10年 也成了目前北台灣僅存的魚露工廠 大家有聽過Mind Testing 紅酒品酒師 我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魚露是油師的工作 現在眼前看到的是1到6級嘛對不對 對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是瓶子不夠還是 1到6級的瓶子也會不一樣對不對 對對對 第5級它其實是因為 舊有市場的關係 所以它就一直被保留下來 還是用玻璃瓶 不是 那這個 另外這個塑膠瓶的這三次 是因為 當初為了方便人家使用 塑膠瓶是比較不容易破的 對 然後也比較輕 所以就改成了塑膠瓶 那這兩個因為它是比較 昂貴 昂貴 對 我就知道 它就是需要這個質感 是是是是 我先從6開始試 怎麼會變這麼香啊 這個已經 這次6的就這麼香了 對 那我常常看能炸 非常鹹 沒有道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完全無邏輯的一個口感 我認為它加在任何的東西裡面 就是會提味啊 就是非常 而且是非常提味 6都有這個能力了 我試試1好了 沒問題 1應該是比較會濃稠一點吧 會不會有功不應求的現象 有有 但我過這兩個 都過兩次 精華中的精華 魚露的第一等級 也就是所謂的第一道魚露 不行 太鹹了 依這麼鹹 對 可是依可以用很久 對 它只要沾一點點 我跟妳講 我看那個真的太大口了 哇 依味道這麼濃喔 第一集的 很多人都拿來做 各式各樣的料理 醉雞 醉雞 醉雞喔 泡菜 然後肉乾 對 都可以用 最近在網路上 特別夯的就是什麼 六種等級的魚露 都別具特色 也各有死忠的支持者 甚至紅到了國外 成為獨特的伴手禮 說了這麼多 到底這漁民神露 滷菜後滋味是如何呢 我這個正題我第一次下旬了 而且我們這一次是用 第一集的魚露 頂級 頂級 第一道魚露做調味就對了 我們現在做食品的 做餐廳也都很享受 而且材料都在裡面好 重點現在要加魚露去調味了 對 沒有加鹽也沒加味 什麼都不加 沒有 個人的口味要多鹹 OK了 對 這樣下去這樣 咬下去香味 馬上又改變了 像這個是我沒有吃過 這個也用魚露 對啊 這是什麼 白菜炒白 這是那個年糕 年糕 對 這樣也可以 你最喜歡哪一道 我最喜歡這個扁食 我覺得它就真的很好吃 我們要試一下 從小我就用這個這樣給它吃 這個湯其實也沒有加鹽 也沒有加 沒有 那一些調味料 只有加魚露而已對不對 然後其他的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享受到 這個新鮮食材的美味 它有體會的效果 而且重點是你搭配得好 你所有的食材 你可以吃到它的原味 對不對 然後更讓它的鮮甜味 散發出來 那 你今天吃點這幾塊 你沒有吃過 魚露是增加料理風味的調味料 而它的鮮梅 需要時間才能回甘 就像郭大哥接手家業後 才了解當初父母親咬牙的堅持 現在對他來說 不追求產量和速度 只要有人需要 他就會繼續地做下去 我最喜歡的 他跟我媽真的好像 而且還童年似 你知道嗎 那個 我母的所有的這個 就是整個 就是很可愛嘛 所有的那些個性 跟我媽真的就是一模一樣 真的親切 而且 你跟我一樣都老要 我看到你媽媽 就只有看到我媽媽